我觉得几个 我听到很多的例子都是说 因为我的原生家庭不快乐 所以我赶快去结个婚 我就要逃离家里 然后就觉得说 你们这父母亲做得太烂了 我一定会做得更好 所以我不要跟你们一样 结果没有想到 跑出去之后 你还是拿以前那一套 对 因为你学来的就是这样 所以应对进退 你就是学那一套 那当然就鼻青脸肿 所以后来我觉得有了孩子之后 我真的要谢谢小孩 因为小孩 所以我们会去思考说 自己要做什么样的父母亲 那你就必须要重新学习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 坦白讲我这两天 还挺心酸的 我这两天身体有几个痛点 那个痛点是很老很老的伤 那个是从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有的伤 然后我就会 我也有 对 我就有静心 我就静心 我就是很安静的在想说 那个痛到底是什么 就突然之间 我好多好多 记忆都上来 都是我妈妈以前骂我的时候 用得最难听的话 怎么会 所以没有 就是脾气来了 你脾气来了 你有时候你不是 口不择言 对 口不择言 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又是一个单亲妈妈 她一定有很多的压力 所以你说我爱不爱我妈妈 我当然爱我妈妈 妈妈辛苦 我辛苦 但是我妈妈 真的 讲了很多实在是很伤人的话 那些话都在身体的记忆里面 我记得还有一个朋友 可能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她已经六十几岁了 她最近这几年跟她妈妈住在一块 然后跟妈妈也都不错 妈妈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 那就她也觉得说平常都很孝顺 什么 但是很有趣 她说她到现在 她妈妈只要一过来 要拿个东西从她身边 她就马上闪 还有被弹 她的身体的细胞记忆 其实那个 她妈妈只要 她自己都说 我好懊恼 我跟我妈妈现在 妈妈年纪都这么大 但是只要她妈妈过来 只要她妈妈手一举起来 她就闪 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先生 妈妈过来 可能想要跟她拍个肩膀 她就闪 到现在 她都不让她妈妈碰她 我这样子的日子我过够了 我觉得这样子 我已经活得还蛮好的 但是是不是有一些些 其他的可能性跟挑战 我一个人都这样活了 我是不是想要邀请另外一个人 一起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然后那个承诺是什么 那种真心相爱到你 你要走的时候 我还甘心情愿 心甘情愿的在旁边陪着你 然后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成长 然后也就是说OK 为了一个我从来不认识的 一个新生命 我要为她放弃所有的一切 我要把所有的心思时间 那些人金钱所有的东西都给你 你长大你还不见得会感谢我 对不对 这些的确都是修行 我很同意蓝菲晓老师这样的 我觉得真的是修行 修行不见得是痛苦 有些人修行是快乐的 越修越快乐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说 当你决定结婚的时候 就是你从来没有跑过马拉松 你从来不跑步 你就马上报名马拉松 然后这个时候为了 因为要去跑完这个 所以你就会开始来锻炼 如果你锻炼得好的话 到最后你会发现 你的体力变好了 一切变好了 你也完成这个马拉松 而且我觉得 婚姻有的时候是 你真的爱上这个人 你跟他一起做一些 两个人共同目标的事情 小到一起去吃个东西 买个菜 回家或者是商量 买一个冰箱或者微波炉 这都是会值得快乐的事情 我觉得很 但是大到要不要生小孩 要不要搬家 要不要去闯夜 要不要不做这件事情 其实这都是结婚 会带给你真相 你愿意不愿意为这个男人 但是同样对方愿不愿意 也许下这样的承诺 如果对方没有这样的承诺 明天啊 照照 人在哪里 那如果对方不是 你就变得怨妇啦 对不对 我所有的东西都这样付出 所以这真的是两个人 要碰到对的人 要契合 然后要先说好 像现在很多这个同婚的议题 就是因为为什么要结婚 其实不需要结婚 两个人开开心心的 又没有要生小孩 那干嘛要结婚 但是在这法律上 的确是会有一些义务 会有一些权利 我觉得结婚是要理性的 谈感情是很感性 反正爱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的确结了婚之后 有很多你就必须要做很多的考量 比方说财产 比方说很多的权利 我觉得比较是趋于这些 这样你有没有比较想要结婚一点 没有 不会 她不想对方老的时候要照顾她 算了不要结婚 结婚应该是一种冲动吧 就突然之间现在想结婚 不是吗 不是 不是 来 给结婚婚姻的依据忠告 无法心存散难 你帮相组 就不要结婚 太好了 我这真的有话要说 是因为有很多的女生会说 你看她对所有的人都不好 她只有对我最好 我跟妳这种人绝对不能嫁 因为有一天 她如果对你没有兴趣的时候 她就对你跟对别人一样 所以一个人 一个人一定要 你要的对象一定是个善良 因为两个人都会吵架 吵架的时候她对你还是善良 她心存善良 她有一个善良的心 她就会对你还不错 她就不会来弄你 像有一些人跟你好的时候 就什么东西 天上的星星都栽给你 当你不顺从她的时候 她就弄你 这种人最讨厌